这是全国第一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 减量与转型是经经济发展相融的关键一招 多年被大城市并困扰的北京痛下决心瘦身 从输解对象讲 重点是输解一般性产业 特别是高消耗产业 区域性物流基地 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分第三产业 部分教育 医疗 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 部分行政性 事业性服务机构等四类非首都功能 沿着北京中轴线一直向南 驾车从京台高速永清北出口下高速 向西一转就来到输解非首都功能 首批重点承接项目之一云商小镇 2005年20岁的黄鹏城怀揣梦想来到北京 最终在大鸿门服装批发市场站稳脚跟 大鸿门夹128号12层 那底下的话有生活板间 工人都在那边 包括就餐吃饭 自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以来 黄鹏城经过综合考量 决定落户河北省廊房市永清县 在考虑整体的交通位置 包括产业的一个集群 这不只是地理位置的一次迁徙 北京的八大服装批发市场 然后是极具永清 这一片地本身它是一片沙荒地 那么我们英地自营就是打造云商小镇 建立宜居宜业宜游 生态生产生活 创新创业创意 融一体的特色小镇 但我们设计师团队还在北京为主 在永清它具备了这样的一个天使地理人和 比如说找一个东西的羊毛类的面料 哪怕一个扣子 那在我们附近都可以找得进 目前已有3800多家商户入住银商小镇 从全国各地的五湖四海的客户 到这边比较多 孩子也就在我们河北这边直接上学 生活上也便利了 如果不开车做个轻轨 也只可以到北京 我们又通过了工信部的 纺织服装创意四番远去 后续的发展 还是希望以服装创意设计这块为主 让区域批发市场外迁 是经经济协同发展 书解分手度功能的客观要求 提出经经济协同发展战略之前 北京吃不下 天津刺不保 河北刺不早 习近平总书记沈诗多士 明确指出 不要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 不拿这个作为唯一考核标准 不要怕因为某些产业不留在北京 会影响政绩 一个城市的形成我们从理论上说 它叫聚集效益 规模效益 但是你这个过度急剧就变成了急剧成本 大于了急剧效益 书解北京非手度功能 透过这种合理的大尺度的空间 优化布局使得这个要素回报率更高 十年来 北京书解一般制造业企业约三千家 书解提升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中心 仅一千个 不仅为优化提升手度功能腾出了空间 也利于原有液态健康发展 书解不是简单搬家 也要以此为契机更新升级 七点钟左右出发 到这个五星站是七点二十 搬车呢是配合这个点 正好是就是七点三十五 在前期站接着停号 杨万坤和轨道交通有着不解支援 他就职的铁克纵横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是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2014年在天津成立的产业转化项目 2021年杨万坤被公司派往天津 担任铁克纵横的总经理 铁克纵横从事轨道交通车辆 关键系统制造和检修业务 一个高铁制动价钱包含了上百种精密部件 生产过程对空间的需求很大 加上检测检修等业务的开展 在北京研发 在天津转化产业化 成为了铁克纵横最经济 也最高效的发展方式 2023年铁克纵横实现了12亿元的产值 量的变化也激发出质的飞跃 铁克纵横大规模量产实践 也反向为北京总部的技术研发 提供了数据支撑 我们在大量的检修业务的过程当中 那我现在就第一手数据 我就可以积累起来 那么我们反向为北京之后 就能够找得出来 我说我需要改进 或者就是优化的地方在哪里 推动经经济协同发展 走深走实 天津为铁克纵横这样的企业 创新政策举措 在高新技术企业申报 员工子女就学 智能制造专项资金 产业配套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知识 没有了后顾之忧 很多铁克纵横的员工 在天津安了家 铁克纵横的副总经理余君 就是其中之一 原来我们北京每天在路上要三小时 三小时我算个一个账 全年相当于大约七十多天 那我们把七十多天的这个时间 用在任何市场都会产生成果 一体化发展不仅仅是空间转移 也是转型升级 更新换代 比如河北省淘汰了一些落后的 高污染的产能 我们天津也在作为制造业研发基地 现在和北京的创新中心的对接 也有很好的效果了 输解非首都功能 不仅是区域一个面的再定位 也是区域内每一个点的再出发 位于西城区的荆轲新区 前身是北京大型的服装批发市场 洞批 原来这个区域每年的税收贡献 6000万元 但是政府治理的成本要达到1亿元 同时也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 确实有很多的安全风险的隐患 2017年底 洞批最后一个市场 东顶市场壁市 腾退出的空间原地改造 建成了现在国家级的金融科技示范区 我们入住的新动力 是我们金融科技的核心区域 我们公司在这个地方 可以非常近地接触到我们的金融机构客户 我们用一杯咖啡的时间 就可以快速高效地和我们的客户建立沟通和联络 目前入住金科新区的金融科技企业和专业服务机构总数 已经超过200家 注册资金超过1100亿元 神中信息两年前入住金科新区 我们设立的公司在这段时间里 已经达到了一页收入将近10个亿 叠变的洞批在科技信息时代飞速发展 助力首都北京高质量发展 现在整体改造完了以后 这个核心区有了20万平方米 那么一年创造的税收达到了30亿 从算经济账的角度来讲的话 确实是取得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成效 而且从产业结构 这个区域环境来讲的话 为区里高质量发展都提供了很大的支撑 减量发展 腾挪出的是高质量发展的空间 北京严格实施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 不予办理新设立或变更登记业务 累计2.5万余件 在严控非首都功能增量的同时 高精尖产业发展获得更多空间 2023年全市科技 商务 信息等高精尖产业 新设市场主体占比达66.1% 北京自身经济总量相计划上 3万亿元 4万亿元两大台阶 而与此同时 天津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 和河北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 加快建设 北京有这种钻石断腕的决心 来去解决我们说的既有的城市病 也是从城市管理转向 超大城市治理的思路等转化 站在这种全局的思维意识 去推动精经济的协同发展 因时而动 寻视而往 时代赋予经经济协同发展 崭新气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